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做一个蒸鱼来吃 我最近好像迷恋上了蒸菜 然后蒸鱼啊 蒸鸡啊 下次再搞个蒸鸭 或者什么蒸的 这个鱼是鳖鱼 一条买了10块钱 花了10块钱买的 你把这鱼洗干净 现在我也学聪明了 让屠夫 不是 让那个鲨鱼的给我刹了 奶奶自己回家再刹 回家杀要麻烦 鱼鱼的刀工可比我好多了 再把它弄弄干净一点就行了 洗洗干净就可以 不用再麻烦自己 开一下 把他肚子里的东西也洗洗给一下 听说这黑色的东西不能吃 要把它弄掉 我就把它弄掉吧 不要这里 学习知道吧 不再洗 把它洗干净 不再洗 把它洗干净 朋友们都说我洗菜不干净 确实我洗的不是那么干净 哦 其实也干净了 只是说我洗的 可能人看起来就长得不干净吧 所以看我做什么都是脏细细的 我也没那么细心 很多细节都没做到位 也要粗的一个人 大脑粗 长得不高 矮个矮个的 在做的都是大脑粗 我们这个要腌制一下 还有这些葱 这些 别进去 给它按摩按摩 这姜 我腌制一下的话 鱼就会嫩一点 哎呦 我又忘记了一件事 没有改刀 真的是大脑粗 把它生一点 生一点 再入味 有些椰汁的话 还把葱姜 打成那个粉末 不再打成那个汁 再泡起来 那样也更加入味 揉好了 就把这个香料放到肚里面去 放肚子里面一蒸 它就会晒发出一种味道 来把整条鱼都搞香了 在里面抹一下 才均匀 至少把那个椰抹均匀吧 好 就这样 椰子一会儿 不拐它 把鱼放到这个牌子里 锅里加点油 我把一碗哆辣椒下去去 锅里再加点水 锅里再加点水 一点葱 一点葱 放在这上面 把它放到里面蒸 倒一点的 酱油刚才忘记了 再倒一点点 锅里 好可以 用这个盆盖盖起来蒸 现在我们剩下就是烧火了 烧柴了 别的不用管 等着吃吧 蒸的应该可以了 结构了就可以 看得不错 但我怎么拿出来呢 我在想这个问题 不好拿呢 我这只有一个毛巾 不过这个毛巾破了 把撕断 就可以拿了 把椅子有一个 不好拿 把椅子有一个 饿得小心一点 不会烫到水了 来点香菜 你搞点香菜出去 好了 哇塞 菜这就好吃 吃个尾巴吧 蘸一下这个汁 还行 不是蘸不行的 你起来了 感冒了就多碎会 就天涼了容易感冒 是不是饿了 饿了 饿了这个拿 拿去吃吧 可以吃了 有鱼肉吃 这鱼我喜欢吃 鱼也吃但没关系 我吃鱼也就喜欢调刺多的地方 刺多的地方 那个鱼肉会嫩一点 所以我喜欢 看 个小鱼也是 做得好 鸡肉 我们这些兔料小吃可以吃下去 但是要搅一下好一点 小孩吃的话要注意一点 不然吃到卡到的不好 不要学我吃的这么快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干拐 这个鱼很嫩 我也夹了一块鱼肉来配最后一口饭 饭要吃干净不能碎饭 可能我胖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 吃饭从来不剩 剩的多少饭就吃多少 觉得剩的很浪费 所以每次有时候吃饱了 还要实际的撑撑撑 撑撑这个大胖子